超級感謝 井 T帥哥 C帥哥 還有白目的軒 軒之傳說 等來分錢錢 感謝大家的支持 更感謝正在觀看影片的各位 哈囉大家好我是幼哥 今天我在單排的時候 有一個隊友他開著遊戲內的麥 他就發現了我 開始跟他旁邊的朋友說遇到幼哥 接著我們來聽聽他是怎麼說的吧 哇靠 我遇到幼哥喔 哈哈哈哈 一見好 我好像遇到幼哥欸 欸 我好像遇到幼哥欸 幼哥 我不知道欸 我找一下我找一下 欸 幾乎一模一樣 我遇到幼哥欸 我遇到幼哥不是很爛嗎 哇 好嗆喔 好嗆喔 如果他有看這部影片 聽到前面這一段錄音 他應該會 他根本就不知道 我有在偷聽他的聲音啊 那全場 唯一有開麥的呢 就是我們的艾莉絲 可以發現到他的聲音喔 各種上揚 哇 又可以 哇 記住 這種聲音啊 感覺就是發自內心的興奮感覺 應該是小粉絲來著吧 如果不是的話 也沒有關係 就當我增加了一位粉絲 沒事的 在前期我用主卡單挑瑞克的時候啊 我的血量是有點小輸瑞克的喔 只是那個瑞克有點怕 交了瞬移 不然真的打下去 我覺得我會輸欸 我會被手殺欸 反正前期啊 我都有點單挑不太贏瑞克喔 原因就是我在前期的接技 有一點問題啦 就是我看到瑞克 我都會習慣用二技能先滾過去 然後把他挑飛 接著再用一技能的兩段去打瑞克喔 可是每一次喔 我要用一技能兩段去打瑞克的時候 都會被他的二技能反擊無敵掉 我一直打到遊戲的中期 我才覺悟起來 就是瑞克他的二技能那個反擊 你是可以拿暈眩去斷掉他的 也就是說我的二技能不能先開 應該要扣著 等到瑞克開那個反擊的時候 再用二技能暈眩他斷他的二技能 這樣子才對喔 所以前期呢 我真的是承認打不贏瑞克 操作問題啦 這個瑞克有點前面 想殺我們叫愛麗絲啊 給他一整套 傷害差了一點點 然後克里希 一個普攻 再第二個普攻 我們一個二閃 這個二閃是怕克里希殺不了他喔 因為好像看 克里希跟他魔量不是很夠 這場前期是一個5比0開局喔 我覺得很大很大的功勞 要歸功於我們的愛麗絲 因為他全場呢 就他一個人開麥 然後不斷的在爆位子 給隊友知道喔 哪邊要小心啊 哪邊要注意啊 或往哪邊打啊 他都有跟隊友講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那這邊跟瑞克的單挑呢 很明顯 我7等打6等 我還打不贏他喔 那好加在我們的蝙蝠夾靠過來 然後吃個炮車吸引一下 前期的問題啊 剛剛有講過嘛 就是他二技能 我沒有留控制技能去斷他 變成說 我有太多傷害被他二技能吃掉 然後又被他反擊 我在殘血的時候啊 就貪兵線嘛 貪貪貪 貪到一貪到圖倫馬上滾走 還是被牽到大招 只能說這場前期 接技打得不是很好 再加上有點貪了喔 不過呢 中後期補上來也是沒問題的啊 像這邊 抓到泳 我們這種戰士型刺客 肯定是要抓泳嘛 抓完泳啊 看到中路有個殘血圖倫 交閃線撿尾刀 沒有撿到 浪費個閃線 接著回到下路清完兵線 那個瑞克還在中路喔 所以海薩路的塔沒有人守 我該不會推的掉吧 努力的推 剛剛好瑞克來的時候把他推掉 那推完這座塔 你看我9等 瑞克才8等 我還是有點怕他 打完一套先拉掉 拉完之後等一下技能冷卻 2技能 挑起來 秒斷了瑞克的2技能 那個反擊 自從這個單殺開始啊 我直接覺醒 覺悟啦 所以大家呢 遇到瑞克 也要想辦法留個控制技能 去斷他的2技能 瑞克我真的平常太少看到了 那這個 蒂蒂安 大屁股坐一下 趕快拉出來 其實這邊我有點在賭 塔打不死我 所以沒開凝霜 果然被我賭對了 那下路繼續清兵 然後那個瑞克呢 無情蹲蹲蹲蹲蹲到我 然後我剛剛大招斷了瑞克的2 接著 這個就是經濟壓制啦 沒什麼好講 因為我的經濟已經領先瑞克太多了 那帶著半血的主卡 往前 有一個圖倫 他應該有大吧 我們先拉掉 等待一下我們大招的冷卻 先清兵 找機會我們有大閃可以去做圖倫 就是這邊呢 直接大閃 閃到之後 傷害不太扣 贏霜 躲這個大 我很怕圖倫一個大把我秒掉 有機會喔 那回去回補之後 繼續下路清完兵線 再次看到瑞克 那這邊已經是經濟壓制了啦 就我的錢已經領先瑞克太多太多 變成說瑞克對我來說殺傷能力已經接近於0 那下路退彎2塔真的要退了 因為我們的隊友 死光光 剩下一個愛麗絲 我喊了一個撤退喔 因為中路那個半血的莉莉安 好誘人啊 感覺我可以吧 直接屁股 坐下去 喔他叫瞬移了 沒關係 我們上路還有一個殘血的圖倫 他好像沒有發現到我 代表說我在追殺莉莉安的時候 然後圖倫他沒有看小地圖 緊接著啊 因為我就不用去守塔了嘛 現在我就是一個自由位 看到誰 我就是直接一套打上去 那傷害量呢也非常足夠 單殺也是沒問題的 確定傷害量夠可以單殺的時候 就可以去做一些蹲點 像我呢 蹲在這個位置 非常的深 而且這個位置啊 很少人蹲 所以比較不容易被察覺到 喔莉莉安欸 我在等待莉莉安 過來吧 再過來一點啊莉莉安 莉莉安 快來啊 來嘛 莉莉安呢 我等好久喔 欸來了 他跳完大道 直接大閃一套 哇我們的克里希 他也是直接交閃 二技能把他擊飛喔 那我就有點小貪心啦 想要偷一下高地 沒想到瑞克一出來 哇 我就這樣死掉了 我死了不打緊 重點是 在我死亡的這個過程 我的隊友也死光了 所以剩下我一個人可以收他 跑家在他們 就差不多要復活了啦 就勉勉強強還可以守高地 那就可以看到瑞克就這樣走過來 半條鞋走過來 那我打他呢 傷害有點偏低 是因為這個瑞克他幾乎出全坦的喔 出全坦就不怕我 怎麼可以這樣 這個是看我沒有嗎 不是這樣吧 緊接著啊 我們在打團戰的時候 盡可能都要用繞的方式 像我這邊用繞的方式 逮到一個圖輪 然後再滾出來 簡單來說 就是不要跟著你的大部隊 一起的往前壓制 你要用繞的方式 從側邊啊 從後面去做包的動作 這樣子能抓到後排的機率是比較高的 那從正面的話 就可能真的要直接大閃 大閃抓到的機率會比較高 那利用點時間趕快吃個凱薩 而且這是15分鐘的喔 15分鐘 然後現在因為預購有BUG 所以都要用編輯的方式 把死神鐮刀編進去 有夠麻煩 那利用一點時間 我們先把上路的兵線也帶進去喔 因為凱薩也還沒到嘛 反正邊線一定要帶啦 那中路就這樣打起來了 哇 我就很猶豫要不要過去喔 最後我決定不過去的 因為上路我有帶兵嘛 好像可以去偷個高地耶 偷完就要跑囉 因為他們已經回手啦 趕快跑 跑完之後 這個位置 好像有機會來個漂亮的大閃 可惜的是 勇他有死神鐮刀 沒有死掉 玩熊貓就是要為大閃跟抓後排 哇這個大閃 絕對是價值連城 這個中兵沒有 可是看一下上路 哇 蝙蝠俠隱身在蹲耶 他蹲到了誰呢 他想要蹲勇嗎 勇出來了 果然 一窩蜂直接上 勇好可憐啊 那就剩下他們兩個了 朗伯殘蟹跑掉 但這個瑞克呢 很想殺我們可愛的愛麗絲啊 怎麼可以這樣 殺我的粉絲 這樣子壞壞喔 他們就剩下朗伯啦 當然是守不住我們的兵線啦 這場 好險沒有讓我們的愛麗絲失望 有拿到MVP 不過 大家一定要記取那個教訓喔 打瑞克 記得留個控制技能 去斷他的反擊 會比較好打一點喔 那我是又哥 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 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我們下部影片見囉